大家好,我是一心 昨天有一个小伙伴在我的私信里问我 他说一心姐,我看了你几个关于房产云测的视频 说我想问一下,我已经买了一个房子 只是付了首付了 但是到现在呢,这个房贷也没批下来 这个看这个房地产这个形势的话 好像也不太好,我应该怎么办 首先感谢这个小伙伴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我也不是什么房地产行业的专家 我也不是房地产的相关的工作人员 我的专制工作也不是干这个的 你能够来问我,我觉得真的是 就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吧 我只能说给大家一些参考意见 但并不能帮你们去做决定 其实可能有很多已经觉醒 和有些比较主观判断意识的一些小伙伴 已经都很明晰了 而且有很多所谓的财经专家 也都已经定料了 我们现在国内这个房地产价格的话 下行应该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只是说不能让它破灭的这个太快 如果这个价格跌的太快的话 那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场灾难 昨天我看了一个小伙伴给我留言 我觉得说的特别对 说这个房价如果跌的太快 那就是灾难 跌的太慢的话 跌的慢的话 那就是在释放泡沫 所以说这个就应该也是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领导 就是很明确的一个态度 肯定是让这个泡沫慢慢的稀释掉 所以我们各个地方的这个政府 也就在死扛嘛 是不是 开发商的日子难过一点 就难过一点吧 实际上资本家之前已经把这个 该挣的钱都挣掉了呢 所以这个阶段 如果能不买的不买是最好的 但是我也不能帮大家做决定 昨天我有一个姐姐给我私信 说因为我们前两天打电话 就是我们在聊天嘛 说起来 说起来这个我们资博当地 有一个文昌户的小区的房子 已经降价了 降了3000多了 他就问说这个真的降了3000多吗 说怎么联系 我就跟他说 我说现在啊 就是我前两天听说的 文昌户的房子有在降价 包括就是昨天的时候 我看到在抖音上 看到我们这个资博 这个火车站南光船那边的房子 首付5000块 然后月供6000就可以买房子 已经回到了解放前 这个标题是这样写的 我也不知道是标题党还是怎样 但是明显的很多 控不住的扛不住的 这个开发商一定在变相的降价了 可能他不敢这个 叫大张旗鼓的降 但已经开始降了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 还是那句话 你胆大 你胆肥的话 这个真的这个决定 谁也不能帮你去拿 但的确是我只说现象 就的确是现在在网上也爆出来很多 就是前几天刚买的房子100万 然后今天就跌了30万 欲哭无泪 然后业主去找开发商 去讨个说法 开发商就跟他说 你这个买的房子 在涨价的时候 也没见你把多赚的这些钱 多赚的这些资产 你给我再拿回点来 是不是 人家开发商说的 一点毛病没有 其实这个我是昨天也跟我小伙伴在聊天 也说这个话题 开发商不可能说是没有任何计划性的 就突然觉得有这个危机了 然后开始降价的 他肯定是有计划的 如果今天来了一个业主 他还不知道 没有认清现在房地产市场大的趋势的话 孩子糊里糊涂跟你 在那一万的价格上 在那给我便宜两百吧 便宜三百吧 如果还有这样的这个这个业主 去买房子的话 他们巴不得已赶紧给你让个两百三百 演一出 这个那个那个临时出演一场戏 是不是 让你感觉你这个便宜两百三百 也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 然后把这个房子给你成交了 所以说现在房地产开发商的这个心态是什么呀 说能坑一个是一个 是一个一点说实话可能也不波微过 但是咱也可以换位思考也能理解 现在开发商的日子确实也不好过 是我们的现在这个形式很难 开发商的日子不好过 但是我们的领导还让他必须扛 为啥 因为你得需要扛住 这个房地产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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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沫 你不能让他这么的快的破呀 你这么快快的破 你这个这个牢民伤财呀 你害的是一系列的这个这个 那个这个相关的产业 相关产力的这些这些老百姓对不对 但其实现在已经停盘 已经横盘了 那你像在这个项目 已经到这个局面的情况下 很多相关的 你像材料供应商 包括一些农民工 都已经已经受到很严重的影响了 但这个时候我就想说一句啥呢 就是能不让自己搭进去的 就尽量不要让自己搭进去了 我也不敢像某些博主一样 在那大张旗鼓说 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 三个月或三年不要买 我不敢说这个话 万一说了 然后哪一天你觉得 这个房子你看两年以后 还一直这个价格扛这么狠 然后一直还吻声不降 那你都说你在怨我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我只能学着某些 财经专家的话说 下行 价格下行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不能说绝对 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 再回来就说 小伙伴问我的问题 我只能跟你说 你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现在真的是 估计你去退这个首付 开发商也不一定给你退 我也不知道你是买的什么小区 的确应该会有那种现象 你像北上广深 这些大城市 本身这个人口密集度就非常高 很多都是如果 如果都是青年 那个青壮年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 没有买房的刚需人群的话 可能这个房价 在市中心的地方 这个房价不可能大跌 不可能就是悠斩 出现那种情况 但是一般的这种三四线 或者说 稍微偏远的郊区 这个应该已经 就是我看到网上很多 这种关于房地产 这种财经的这些 中介的这些博主们 他已经开始说了 这个价格就跌的 已经幅度还是蛮大的 所以大家该不该买房 能不能买房 或者买了房子怎么办 大家自己去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权衡 有一个定夺吧 这个真的没有任何人 就能去帮你去做这个决定 还有我看到昨天有一些业主 就是买了恒大的房子 已经成烂尾的 他们现在还在抱着一种 怎么说呢 一种不甘心 或者就是觉得恒大不可能破产 不可能完蛋 不可能烂尾 一定明年的什么什么 一定能拿到房子 还在抱着这样的想法 我也不能百分之百的 就是说人家是在幻想 因为我看到他当时那种的心态 我就感觉真的像极了 当时我刚刚是开始买了 那个虚拟货币 然后刚开始一两个月还挣钱 然后马上第二个月 咔一下就给我停盘了 那个时候我也不甘心 死不甘心 心里还抱有幻想说 哎 这个币是在火币网上都已经上市的 人都正常交易的 多少大咔 而且背书是什么 猫胎就吵 还抱有那种幻想 实际上我真的想跟很多的小伙伴说 已经不管是你买了房 不管是恒大的 还是什么 逼个园的 还是新城的 哥哥就是说 已经买了房 现在还没拿到手的这些业主 真的 你做好个心理准备 把结果想得最坏 你自己有一个提前的一个预防的一个心理 还是有必要的 真的 这个时机来了 我们任何人 这个大趋势来了 我们任何人都抵挡不住 我这个先说这些 先说这些 关于这个房地产的一些预测 你们就尽量的还是自己拿主意 把这个大趋势环境在这很明显了 真的我也没法帮大家去拿这个决定 今天先说这些 我是来自大自博的一心 喜欢我 记得点关注